要关注国际之间的疫情变化 比利时在过去24小时之内 新增确诊人数多达9600多人 但是呢民众对于防疫还是很反弹 在布鲁塞尔周日就爆发了 第三次的大规模反防疫游行 警民冲突一触即发 而且警方在游行之前 就逮捕了多达13人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示威民众是朝警方丢鞭炮 甚至还有人想趁机使用危险物品 也让现场冲突加剧 他们就是要抗议政府用疫苗护照 妨碍人生自由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